台灣不是每件事情 都是靠轉移交點 台灣政治不就這樣 不應該這樣子做 當然是轉移交點 他自己家裡事情那麼多 你看那個馬文君還不是一樣 他之前的事情 他可能就是沒辦法馬上處理 市長要去找一些機會 轉移到其他的問題上面 歡迎收看這集的4862J全民調 外交部提告徐曉青洩漏公務機密 你怎麼看呢 你看他怎麼說 因為那個是涉及到國防外交嘛 比較重要的文件的話 不應該是在媒體這邊公開啦 院會裡面再去做質詢就好了 這樣的話可能就會有法律的問題 他之前的事情 他可能就是沒辦法馬上處理 市長要去找一些機會 轉移到其他的問題上面去 應該是有逾越了立法院的一些規定 親密文件就不應該對外公開 縱使他貼了那些標籤 那日後所有的民意代表都可以效法 這樣是非常不妥當的 這些民意代表 就有點在博媒體的網路聲量 這樣是一個很不好的一個示範 民意代表是應該為國家或人民磨福利 而不是在作秀 他有講說就是外交部想告就告 那他說他是站在全國人民的立場這樣 自我感覺良好嗎 就跟以前老電影演的一樣 你要聲張非法正義你就是可以啊 可是你自己本人也要扶法 自己也身為是政府機關人員 你可以做法外的事情 可是你就是該受的情罰 覺得還是要扶完 那如果你真的因此有報了什麼料什麼的 人民會感謝你 可是說不定你報了料 你自己也不確定他真是真是假的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是掌儀焦點 但是對我來說 他本人也是一堆非衣很多在身上 整個都是一根場秀這樣 對啊 尤其是他跟最近幾個很紅的 把整個新聞都刷成他們的 他們都覺得很開心 這種感覺 覺得說他身上 選民就看得半秒 我覺得外交不是浪費司法資源 居曉欣他身為一個立法委員 他本來就有去幫民眾監督政府的義務 洩漏秘密這件事情來講 他提供的文件有把一些個資隱藏起來了 今天一個民意代表監督政府沒有錯 然後政府要去提告他這件事 我們的政府可能嫌 我們的司法人員太嫌 所以今天法官或檢察官過勞時這件事情 政府是做了一個很錯誤的示範 我會來看是誰受益程度比較高一點點 因為假設今天是關注這個時事的人 他能夠因此從他的破口中獲得更多的 不論是激起大家對於這件事情的關注 或者是能夠從這件事情 也許得知一點點 也許政府對於這件事情處理的程度的話 那我就會覺得那他是有用的曝光 但是如果今天他單純是 也許更多在於目光移到自己身上 或者是想要藉詞去轉移某個焦點 那我就會覺得對他個人有利的程度比較高 那我就會傾向於不去看這件事情 台灣不是每件事情都會靠轉移焦點 台灣政治不就這樣不應該這樣子做 當然是轉移焦點啦 他自己家裡事情那麼多 你看那個馬文君還不是一樣 都一樣的事情啊 這也是很難解的一個問題 就只能交給司法審判這樣 對啊 不同政黨你要有制衡啦 我不一定是說民進黨是對的 國民黨也可能是對的 你要case by case